大家好,我們是瓦家 IKEA 是瓦家影片中的常客 到底還有什麼新鮮貨是我們不知道的呢? 今天,瓦家推薦愛用小物 這些你想不到的IKEA商品 看看這些小物有沒有打中你的心 看下去之前,還沒訂閱的朋友記得先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收納好物推薦 掛勾式收納架 這是一款不用鑽強的多功能收納掛架 整體分為三個部分 兩個收納欄和掛鉤 可以兩層一組使用 也可以分開三件做其他的收納用途 組裝容易,可以在廚房、浴室或是玄關 在需要吊掛東西的地方做使用 在廚房可以收納保鮮膜、吸箔紙 這種捲筒式的廚房用品 掛在架子上或是廚房門後 再創造新的收納空間 在浴室可以掛在毛巾架上 收納沐浴乳、洗髮精 下方掛鉤可以掛上沐浴球 將所有的瓶瓶罐罐都離開地板 減少積水 避免瓶罐罐有黴菌附濁 在玄關可以收納信件或酒精瓶 下方掛鉤掛上鑰匙 如果你的玄關亂糟糟 我們推薦這個收納架 來幫你的玄關整理一下 有使用的挖粉們趕快拍照給挖家看看 我們在IKEA網站有找到與它相似的姐妹款 這款主要是用在浴室中 鍍心鋼質、耐用、防鏽、適合存放肥皂、洗面乳、牙膏等等 整個體積比較小一點 如果要收納小東西也可以參考這款喔 收納推車 這款推車不像之前很夯的推車 這款外觀是一個收納櫃體的樣子 上方是鐵製的網狀收納欄 收納欄的孔洞還有附上可移動的掛鉤 上方可以放文具 下方可以收納資料夾 滾輪有煞車設計 使用中可以固定防止滑動 鐵鍵部分有圓弧收邊 觸碰時不會掛傷自己 主要功能是放在孩子的書房中 只需拉或推著推車頂上的圓邊 就可以隨意將它移置廚房餐桌或客廳使用 不需移動時可以靠牆放置 外觀就與收納櫃體一致 整體設計不突兀 融合在居家設計中 IKEA特別的就是可以搭配其他配件 使用磁性掛鉤架 攜在網狀收納欄的位置增加掛鉤收納 加上收納桶 掛在推車的邊緣 放置可以隨手拿取的東西 例如鉛筆水彩筆等等 非常方便 下方櫃體層板可以調整 依照需求調整櫃體大小 可以放置覆蓋收納盒 收納更多的東西 如果需要收納重要物品 例如存折、印章、私人物品 除了又貴又重的保險箱以外 你還有其他的選擇 IKEA這款智慧鎖 內附兩張鑰匙卡 不用鑰匙 可輕鬆安全地收納個人物品 確保自己是唯一可以拿取物品的人 有附上螺絲 可以裝在需要上鎖的櫃子內側 各種材質的櫃子都可以使用 電池裝上3個4號電池 使用卡片可以控制開關鎖 隔著櫃門也可以感應到 如果電池電量不足 使用智慧鎖時可聽到5次BB聲 這個聲音會每30分鐘響一次 這個時候就可以更換電池了 實際使用的效果非常好 如果是在外租房子的朋友 或是辦公室需要保存重要物品 可以使用這款智慧鎖 鎖住重要文件 IKEA也有與智慧鎖一起搭配的櫃體 櫃門有預留智慧鎖位置 預算夠的話也可以一起購買 無線懶人好物推薦 LED太陽能裝飾燈 這款可以拿在手上的小燈 上面有一塊太陽能板 在大太陽底下可以充電 含一枚可充電電池 電池可連續使用兩年 電量耗盡後可更換新電池 翻轉燈具的背面 用螺絲起子拆下放置電池的蓋子 這樣可以換電池的模式相當的環保 LED燈泡使用壽命約25000小時 若是每日使用3小時 大概可用20年 在LED燈的表現上算是中規中矩 操作上面按鈕簡單 可以控制開關與調節光暗 按一次按鈕 太陽能燈會照出強光 按第二次可調亮度 按第三次即可將燈關掉 整體使用表現上算是方便的小物 出去露營或是戶外烤肉 都可以被擊斬燈使用 在黑暗中亮度也很夠 比起手電筒來也不會遜色 也可以當作夜燈 提供睡前閱讀使用 比較麻煩的就是需要拿到戶外充電 風險就是太陽不夠大 陰天即雨天 可能沒辦法把電充滿 比較適合日照較長的地區 使用電池時因為怕危險 所以插頭常常插了又拔拔了又插嗎 這款無線控制插座 可以幫你解決電線拔來拔去的困擾 插座插上電源後 可以插上你的電器用品 無論是手機 燈具 家電用品 吹風機等 通通都可以用按鈕控制電源 如果你的燈具並不是智慧燈具 但很想要使用無線遙控來控制開關 可以將燈具插在無線控制插座上 一樣可以使用遙控來控制開關 但這款就只能控制電源而已 無法調整燈光大小及燈光顏色 算是很簡易的無線遙控 如果覺得電燈開關太遠 可以使用這個無線插座喔 如果你還想要更厲害的智慧燈具 IKEA這款LED智慧燈泡組合 有另外附上遙控器 已經與燈泡配對好了 所以只需要將燈泡裝在燈座裡 就可以使用智慧燈具 遙控可以調整燈光 從暖光到冷光 燈光顏色可以隨著活動區域做調整 也可以調暗調亮 LED燈泡也比一般普通燈泡省電節能 高達85%以及20倍的使用壽命 燈光亮度相當於75瓦傳統白製燈泡 遙控器需要兩枚AAA電池 如果沒有牆壁阻隔 遙控器的範圍可以達到10公尺 遙控器的部分具紫性 容易固定在牆面支架 好收不怕找不到 隨手就可以拿起遙控器 便利小物推薦 家裡的充電線一大堆 捲來捲去都收不好 電線束線環15件組 也許可以解決收納電線的問題 電線束線環組合 有兩個不同尺寸 方便整理大數或小數的電線 裡面還有3個有附掛鉤的電線束線環 6個大電線束線環 及6個小電線束線環 15個一組 整桌的電線與耳機線 都可以有條理的整理乾淨 靈活的鎖定功能 容易打開和關閉 讓你可以重複使用 有掛高的電線束線環 可以將電線掛在顯眼的地方 也可以搭配IKEA的洞洞板使用 保存食物可以有很多種方式 這款是IKEA的袋子封口夾 特殊的夾子造型 把手處設有小孔 方便掛起收納 夾子把手可以折疊收納更省空間 試用袋裝食品 吃不完的零食 沒有用完的調味料 都可以使用袋子封口夾 IKEA有另外一款 心之有年的長型封口夾 這款也是很好用 但使用久了會彎曲變形 而且袋子都需要預留一段包裝 才可以抓起來封口 這款封口夾只要夾起來就可以了 內含九個袋子封口夾 六小三大 多種尺寸適合大小不同的袋子使用 除了食物以外也可以夾上其他東西 IKEA熱銷的平支地毯 是很長壽的商品 每一季都會推出不同的顏色 根據家中不同的空間 選用適合的地毯 這款可以使用在室內及室外 材質選擇耐用 防污漬又易保養的人造纖維 適合放在茶几底下 快乾的特性也很適合放在戶外 有多種不同尺寸 最大可以到200x300 可以依照空間大小去選擇需要的地毯 平支地毯好用關鍵 就是密度和緊度 也就是經尾線上每公分的線數結束 決定了這張地毯的耐用性 越緊實的地毯越耐用 當然價格就會比較高 選購時可以多注意這個小細節喔 在室內使用時 防滑效果不是那麼好 建議在下方多墊一塊IKEA的防滑墊 增加地毯的安全性及舒適性 今天介紹IKEA你不知道的小物 希望挖家小邊選的這些東西 你們會喜歡 如果還想看我們做更多的小物開箱 趕快留言讓我們知道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分享 歡迎點擊下方超級感謝 用行動支持我們做更多實用的影片 任何疑難雜症 歡迎留言或私訊 追蹤IG看密集 加入社團還有各種達人幫你 最後記得按讚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鎖定挖家每週三更新 帶給你一則讓生活更美好的優質內容喔 請按讚